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三五规划建议当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十三五规划十大目标之一 首次被写入了规划 规划建议指出十三五期间将支持绿色清洁生产 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 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 鼓励企业工业技术装备更新改造 技术上我们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投资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会看到增加投资的需求 环保行业分析人士认为 十三五期间生态产业年增速将超过百分之二十 总社会投资要往达到十七万亿 污染治理行业或将迎来高速增长 在这个所有的行业当中 我想工业废物的处置处理 在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可能都是可以持续高速增长的 因为这个是在所有的中国的污水或垃圾行业当中 这个处置率是最低的 而且它的准入门槛也非常难 所以这个处置的能力的增加是不够现在需求增长的 和这个侠倾士相对侠预佐的 不够现在开始